Hello,我是April 話說小妹最大的嗜好就是看韓劇 除了有男女主角當戲回場的愛情之外 都一定會有炸雞和芝士的陪伴 每次都看到流口水 在疫情期間雖然飛不到韓國 但其實香港都可以吃到正宗的韓式炸雞 和邪惡的芝士料理 份量多多之餘,價錢還不貴 讓我馬上帶大家去吃吧,GoGoGo 如果大家喜歡吃喝玩樂 又喜歡聽聽真實食評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這間餐廳位於兆曼中心11樓 Yatly Plate 其實我都不太知道他們的名字怎麼讀 我只知道這間餐廳經常都爆滿 所以我建議大家來之前 一定要打電話來訂桌 又或者像我們今天 不想和人逼的話 最好大約6點前入座 那就可以舒舒服服選到卡位坐吧 說明炸雞店當然有多款炸雞選擇 在這裏有傳統炸雞之外 還有毛骨炸雞 我之前來吃過他們的毛骨雞 淡淡肉之外還很汁 而且都很大碟 但因為這次除了想吃炸雞之外 都很想吃炸蝦 所以就叫了這個Hawaii Aloha拼盆 這個拼盆真的相當不惹小 除了四件大大件的傳統炸雞之外 還有炸蝦和洋蔥圈 你看看洋蔥圈多大 炸雞真的炸得非常爽脆 而且它的外皮絕對沒有用上很厚的炸粉去炸 肉的調味都欺負到好處 而且裡面還很汁 炸蝦都大大隻 加上沙律醬真的很好吃 除了炸雞之外 他們的芝士排骨也是重量級 你看看他們的芝士份量 絕對不沽寒 完全滿足到我這個芝士烘 這麼大碟芝士真不知道從何入手 不過幸好他們都會有店員 幫你炒溶了芝士 再在每舊的排骨上 包著厚厚的芝士 店員都很有善地提我們要趁熱吃 不然芝士會變硬 第一時間趁熱吃了芝士 芝士味超濃 還要大口大口吃芝士 真是超邪惡 排骨的肉也很軟 不過我嫌棄它的肉少了 味道不錯 配上芝士真的很配合 我自己都吃到停不下口 店鋪也很細心 都會有一個雞爪 不停慶著芝士 讓芝士沒那麼快變硬 芝士我們吃到最後一塊 芝士沒有變硬 還可以有拉絲的效果 點了這麼多肉 當然要點了一碟菜 在這裡除了有沙律菜外 還有炒雜菜 裡面有椰菜、三色椒、蘆筍等等 不過這碟菜真的很大碟 建議四個人以上才好點 飲品方面我們就叫了香芋沙冰 和南梅乳酪沙冰 我很喜歡它的乳酪味 酸酸甜甜的很開胃 價錢方面我就覺得 略嫌貴了一點 不過剩在它拿了幾大杯 我很少吃完飯都還沒喝完一杯 最後怎麼少叫甜品 我們就點了個鮮芒果雪冰 這個不是一般的刨冰 是韓式的牛奶冰 冰刨得很粉 入口即溶 加上大量的芒果肉 和星星啫喱 口感味道一流 還有它的醬汁不是在表面 吃到最後一口 都是滿滿的芒果汁 如果大家來到 一定要點個雪冰來試試 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頓真的很滿足 如果你喜歡吃炸雞 又喜歡吃芝士 我覺得這頓完全可以滿足到你的慾望 還有它們每碟的份量都很大 希望疫情好一點之後 可以約一大群朋友 一齊再回來拆過吧 這次有介紹這麼多了 下次有什麼好玩、好吃 再跟大家分享 我要回去看韓劇了 安妞 再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